來 看到這個畫面 很多的這個 他現在不能說是韓粉 要說是韓家軍 他們說因為粉會被吹散 軍隊不會 軍隊打不散 所以現在不能說韓粉 要說韓家軍 一定很羨慕 因為在新加坡超市裡面 會有這樣子的畫面 你看 有一個高雄專區 上面還可以看到 韓國瑜的Q版公仔 旁邊還有狗狗 秘魯發大財 另外還有一個 這個韓市長的人型看板 下面寫台灣高雄市市長韓國瑜 這個在台灣出現 可能會讓他半夜暴走 半夜潛進超市裡面 去把這個看板給抱回家 扛回家 要放在自己家裡 好 這個場景出現在哪裡 就是出現在 新加坡的Fair Price超市裡頭 為什麼特別把這個畫面 拿出來講 因為大家記不記得 之前有傳言 說韓國瑜去新加坡 跟馬來西亞推銷農產品之後 韓國瑜一走 結果台灣專區高雄專區 馬上就被下架了 記得嗎 來 我們來看這個電視牆 好 來 電視牆告訴你 有沒有 26號 才跟Fair Price什麼的簽約 採購金額多少錢 結果韓國瑜回來之後 3月11號就有媒體報導 有粉絲團拼命瘋狂的分享 告訴我們說 你看高雄專區沒東西 說高雄專區沒了 韓國瑜前腳踩走 新加坡超市的高雄專區 就沒了 還有綠色媒體說在演戲嗎 韓國瑜一走 新國超市就撤下了高雄專區 然後當時就有酸民 在PTT上面說 所以韓國瑜是去玩的 不愧是韓島 演好演滿 然後還說戲都演完了 當然要拆戲棚 真的是作秀 可憐的還是農民 就酸說 跟馬來西亞新加坡 根本只是一場戲 你去那邊人家放一放 你一走人家就撤掉了 當時韓國瑜就回應告訴你說 沒有被撤掉 是賣完了 賣太快了 來不及補貨 然後現在就出現了 有沒有 剛剛我們看到那張 有韓國瑜人行李牌的畫面 但沒想到的是 現在告訴你說東西上架了 而且還放了韓國瑜的人行李牌在旁邊 這些酸民也有話要說 他們說這麼多在架上 你看吧 根本就是滯銷 人家東西賣完了你說被下架 人家捕獲了你說東西很多滯銷 所以剛剛我就問了 你們到底想要怎樣 來 晚安 我給大家看 這是在應該是3月12號的時候 媒體為什麼報導 現在媒體報導不都說 一定要查證 那時候報導媒體為什麼沒有查證 一個粉絲團叫打馬漢將粉絲團 你要打馬漢將你要漢一點 你要對 你看這個時候就是 剛剛竹人在講了 我把之前的圖 這個圖他 粉絲團已經把它下掉了 下掉 對 但問題是已經被截圖 我們就把它拿出給大家看 打馬漢將粉絲團貼的這個 又是演戲 下面有寫 韓國瑜去新加坡 高調宣傳自己賣蔬果 但韓國瑜剛走蔬果就撤了 有沒有 就是在黑 問題是如果是因為這樣子 韓國瑜卻是虛晃一招 簽得也無效 前腳剛走 後腳都撤跪 當然應該批評 當時3月10幾號的時候 我就在廣播節目裡面 直接問有沒有新加坡的 網友現在在聽的 因為YouTube 立刻就超過五個人揮我 用英文 說這個東西我昨天有去 沒有了 因為賣完了 那時候月底還會來 好 剛剛月底給大家看 新的就是這個 現在加碼多了一個人形立牌的 這是昨天在新加坡的 Fair Price的 而且昨天是有網友直接傳給你 對 因為我跟新加坡很多 我剛剛在路上 遇到一個新加坡的 一個算是大哥 60歲了 他說他特別的東西在回答 我看到你 然後就握手跟我講說 他們也很關心韓國瑜 很關心台灣的狀況 新加坡的 現在是不是也有其他 反正這個圖又是假的 好 這是昨天 網友講得非常清楚 Fair Price昨天的狀況 跟優正剛給大家看的 然後這個高雄首選的 秘魯的這個又掛回來了 為什麼 因為這個產品賣完了 你不能講說我咖啡賣完了 繼續賣咖啡 可是裡面已經變酸美湯了 而且我就空的丟在那邊 總不行吧 你現在來了 現在又講說又滯銷了 明天賣完了又下架了 煩不煩 就是有簽約就是會賣碼 所以這有什麼意義 但是你說有沒有什麼意義 觀眾朋友再回來看 當這個圖 很多人看到第一個前端 沒有看到後端的時候 你根本不知道 網路上訊息很多 包含了先前所謂草地音樂會 有裡面的演奏交流出來了 韓國瑜沒有早走 他一直待到最後一秒鐘 他中間就去上廁所而已 好 很多人說 我看到他走了 你不要再假 是 他去上廁所 中間中場休息 對 他等到中場休息 他有再回來的時候 可能這位發言的大哥 我還記得他名叫李坤 他講說不要再騙了 小編你500 我就是親眼看到他走 問題是或許你也沒有錯 所以觀眾朋友講到這邊 大家應該懂 一張照片 幾個所謂的留言 他沒有辦法代表事實 每個東西 有的東西你看是一個原型 你轉過去看變正方形 或者是變那種行動教書 大家看過對不對 不同的層次跟不同的角度 去看一件事情 是不一樣的 或許你覺得我也沒錯 我就明明看他走 可是其實他去上廁所 然後等到中場休息再回來 所以他並沒有早退 你說他遲到 韓國瑜那天草地議會 遲到三分鐘 因為下雨的關係 然後因為那個演奏家的指揮 他都檢查壞了 所以停下來重來一次重開期 韓國瑜跟李嘉賓來 所以你看連那個都要停下來 然後再加碼講什麼 網路上講說大家淋雨 為了韓國瑜淋雨兩小時 演奏會就是7點開始 你5點在那邊排隊開始 低到7點 不能算在他頭上 所以網路上的訊息很多 可是這些訊息抽四波檢 有非常多 應該甚至我認為九成 都會是錯的 你必須要一項一項的 多看不同的媒體 多看不同的訊息 你才能知道 現在越到了選舉 他越激烈的網路站 他會有非常多的訊息 鋪天蓋地讓你整個頭 一個頭兩個大 所以當你下次看到 認同請分享 然後用這樣子的簡化圖的時候 其實我說實在的 當這個粉絲團已經 寫了這樣的錯的訊息 有沒有道歉 我講錯的事情我道歉 不只粉絲團 很多媒體也 也瘋狂的分享報導 我多次公開道歉 這個粉絲團有沒有出來道歉 打馬漢降粉絲團 你有因為這樣道歉嗎 而且說我分享別人的 一樣 那時候我評論 官司機場的時候 也是看平我日報跟3D的 第一個 第二個你現在下架之後 媒體是被我報導的 行政院的澄清新聞中心 有沒有針對這個事情澄清過 沒有 所以這是什麼澄清中心 這還是打馬漢降粉絲團 只是他設在行政院而已 就是這樣 這個我也是滿有感觸的 同樣一件事情 光看截圖片段 剪接過的畫面都不太一樣 不同的角度看 事情會有不同的解讀 但是我跟各位說 真相就只有一個 你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讀 不同的角度 不管是內心的情感或什麼 Whatever 隨便都可以 但真相 對不起 只有一個 在真相出來之後 大家 這剛剛韋漢哥哥講的 該道歉的道歉 該撤文的撤文 該刪照片的刪照片 這是應該的 也是很正常的 不是嗎 剛剛韋漢哥哥講的一個重點 現在又回來了 代表證明韓國瑜沒有講錯話 代表證明新加坡人沒有撒謊 代表證明這不是演戲而已 當時真的就只是賣完了 所以這個曲語先撤掉 現在捕獲了我上架 所以那個時候在分享說 你看吧 演戲吧 戲演完了 戲棚要拆了 韓國瑜一走高雄專區 就被撤掉了 都是假的 這一些不論是粉絲團或媒體 算不算在操作假新聞 如果是在操作假新聞 請問行政院你要不要管一下 甚至現在明明補回來了 明明補回來了 是補貨了 你也要說 你看 自銷自銷 兩天後 說自銷的這位朋友 兩天之後我們再來看一看 如果兩天之後又賣完了 那對不起 你也是在散佈假新聞 所以這些通通都是假新聞 行政院 NCC不是要罵嗎 不是要管嗎 不是要瘋狂的罰假新聞嗎 先罰這個 先查這個 會員 這個顯然這個不但是假新聞 而且是假新聞的累犯 我們現在累犯都要加重了 行政院現在當然很想打假新聞 但我發現對他不利的 他才會打 對他不利才是假新聞 對他不利的假新聞都是真新聞 對 都是真新聞 對他有利的假新聞就是真新聞 他不需要作假 他反而會戰戰兢兢的 做好每一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個假新聞的成分 是太高太高了 剛剛有講到 為什麼是新加坡 馬來西亞 這點我要跟大家分享 其實在去年的九合一選舉的時候 其實不是只有台灣才有韓流 其實韓流早就蔓延到 所有的華人圈 尤其是在東南亞 支持中華民國的華人 特別感興趣 其實所以當選舉完的時候 我這邊也得到很多的 從馬來西亞 新加坡這邊的訊息 希望有機會跟高雄簽上線 您這邊也有 我都有把這個相關訊息 pass給 但我不要做傳話者 我就是請他 你讓你的政府單位 去跟他們正式的接觸 自己去建立管道 但是確實他們告訴我 韓流是所有 除了台灣以外 所有的華人世界都非常重視 不是只有在台灣 所以他在新加坡 馬來西亞 能夠拿到這些成績 我是非常非常不訝異 我要跟大家講的就是說 剛剛講到 韓國瑜已經打下一個 一個沒有辦法打敗的障礙 叫做拚經濟 而且他這個拚經濟 沒有人能夠再拚過他 現在賴清德不是要出來嗎 你看他有什麼布 你看他有什麼布 他最近的動作 完全都在往獨派靠 所以他唯一的就是搞政治 他沒有辦法拚經濟 他的政治如果只是 要用賴清德去煎三把魚也怪怪的 不是 他這個政治很可怕 他現在是往上衝 以前的政治是搞垮國民黨 鬥爭東場西場這樣就算了 我覺得他現在搞的政治是恐怖的 是搞拚戰爭 我覺得他只有用戰爭恐嚇台 才有機會把大家拉回 他認為是一個回神 你們不要被韓國瑜騙了 我猜是民進黨就是打這個算盤 所以各位 你要拚經濟還是要拚戰爭 非常非常明顯 我今天把立法院 今天發誓的事情就知道 韓國瑜一個市長狂勝 農委會的主委 農委會的主委 主委還生氣 今天主委是不是還生氣 今天他落跑 他還請假請假的假 他那個不是請假 叫請假 請假 他知道我們今天要修理他 修理什麼 他花每個月 平均每個月花100萬在洋網軍 他今天說誰在講說洋網軍 他就要告 你告 他今天這樣講 你告 我沒講 因為他自己的這些宣傳 在預算書裡面是找不到項目的 完全找不到 而且他自己說他要上PTT 要用什麼小編 PTT的大家都知道 PTT會接受政府單位 派小編上去寫東西嗎 所以你一定是用匿名的 匿名的寫的不是網軍是什麼 還在掰 還在掰 所以他這個 你看韓國瑜他只要 才幾個禮拜賣這麼多錢 我們的台農發 花了這麼多錢 兩年 兩個貨櫃 然後現在不知道在幹嘛 花了10億 現在不知道在幹嘛 最主要是什麼 陳其中知道我們今天要修理他這個 他上個禮拜四就已經請假 我說我也要在國外拚經濟 不是只有韓國瑜會 我也要在國外幫台灣的農漁民 這個增加賣東西 結果昨天下班的時候 居然來說 今天確定要請假 結果是在幹嘛 是在屏東 他說他不是要出國嗎 他說要去屏東賣鳳梨 去屏東什麼鳳梨 外銷記者會 遠洋漁業記者會 所以他是請假的 請假 再加上今天這個 包揚網軍的事情 真的 我就想到 這些農委會主委什麼事不會做 賣東西全無 但是騙人很厲害 他這個預算 為什麼不拿來幫農民去銷售 你拿來反駁人家幹什麼 人家欺負這麼會賣菜的韓市長 你為什麼不拿你的網軍去幫 韓國瑜是不是 然後我在這邊特別要講到 我注意到就是說 大家千萬不要讓人家笑說什麼 才幾天才十幾億二十億不多 可是我觀察到韓流是不一樣的 很多政治人物會紅起來 川普什麼什麼都會紅 但是韓國瑜很不一樣是 他紅了以後 他沒有沖昏在那個很紅 他知道他還是堅持他要做的事情 他是真的把他的事情做好 對 這件事是了不起的事情 這件事非常了不起 我的瞭解像現在鴻海這些也都要去 所以他只是第一步實現他的承諾 照顧在地的老百姓 農業 國慶兄也知道 農業的產資就是賣得再好 他頂級就幾十億幾百億 跟你什麼面板 什麼高科技AI 動不動一個廠幾千億 那是不能比 要慢慢來 但是農業是我們最基本的 你農業做得好 你就真的照顧了老百姓 照顧了人民日常的生活 所以韓國瑜懂得這一點 是接地氣 這個模式 說到做到的模式做好以後 我相信這些科技的 或是更高產值的這些產業 會相信他 會願意投資 另外我覺得 他這次港澳升下這個模式 如果可以成功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模式 我相信韓國瑜也不會藏私 他會把他這種經驗 給其他縣市非常 最好是大家都有 民進黨也沒關係 你看高雄對不對 你高雄就對一塊區域 我就可以賣得很好 那是不是其他地方也有 你看大陸這麼大 大陸這麼大 城市 人口這麼多 所以應該是每一個區域都可以有一個對照 讓大家的貨都賣得出去 人盡得來 大家發大財 我覺得這個是他了不起的 所以他立下了這個障礙以後 我看真的是不太容易超越 也沒有人要相信 也沒有人要相信 說別人還能超越他 對 好 從剛剛看到現在 說他東西賣出去 然後說他能夠到中國大陸去 也算是一個叩門磚 但你說到大陸去 他可能不到北京不到上海 選擇這個周邊的城市 剛剛有直接告訴我們說 這個就是一個開始 然後再到現在回來看 民進黨的這些 不管是親綠的媒體 或說臉書的粉絲團 繼續對韓國瑜進行攻擊 我們請這個董事長 你幫我們來 討論一下你的觀察 韓國瑜訪錄這個時間點 剛好是3月22號 碰到的時間也是剛好 蔡英文要出公時間 所以可以比較讓民進黨擔心的事情 或蔡英文擔心的事情 就是版面 你看媒體報導 哪一邊的比較多 比較大 所以這個實在是 蔡英文運氣不實在不太好 那個時間調理不太對你知道嗎 因為剛好碰到賴清德出來要初選 剛好需要新聞的時候 需要版面的時候 這個是烏漏偏逢年夜雨 剛好碰上了 這個克星 但是韓國瑜訪錄這個事情 是有非常大的意義 這個意義要回溯到 就是說去年的2018的 九合一選舉結果 因為從2016年的5月520開始 蔡英文的維持現狀 到發展到今天為止 已經變成了新北抗中 所以已經從一個維持現狀 現狀破壞掉 變成一個對抗 這個對抗在過去三年當中的累積 已經讓北京當局非常的不耐煩 而且戰爭的危險一直不斷在升高 這是一個事實 所以去年的結果其實來講的話 讓中美台三邊都鬆了一口氣 怎麼講中美台三邊鬆一口氣 因為你如果真的是戰爭危機 一直升高的情況之下 美國人必須要介入去調停 美國也頭痛 當然 美國非常頭痛 所以這個情況一直不利的方便 一直往戰爭邊緣發展 結果還好去年台灣的民主制度 救了台灣 把台灣救回來 變成說讓民進黨大敗 民進黨大敗以後 選票大降了快將近200萬票 所以民進黨遭遇到一個 重大挫敗的背後 為什麼第一時間蔡英文 就馬上要對韓國瑜 對他整個的 對九合一的挫敗的定義說 這不是九二共識的問題 這是內政問題 不關乎兩岸關係 他第一時間要定義這個事情 因為他知道這個如果定義 兩岸關係的挫敗的話 對他個人來講的話 會有非常大的 這是來自於內外的挑戰 所以我講的 這個事情一直發生到 316的選舉結果 所以你看到沒有 316選舉結果我談到 它是一個小題大作 一個小型的選舉 搞成一個非常大規模的選戰 不斷地宣揚反併吞 然後不斷地宣揚要顧主權 顧台南 他就故意把它拉高到 非常高的層席 在這邊來看的話 謝榮介是比較經典的部分 是謝榮介 他就不斷地賣水果 賣水果賣到一個時間到了 所以韓國瑜終於訪錄了 所以問題是韓國瑜終於訪錄 因為從去年 整以台灣人民 把這整個危機解除掉了 今年又面臨到一個 新的危機的開始 因為今年的選舉的結果 就是剛剛 維翰曲先生有最早提到 幾位先進都提到了 這個兩岸的衝突 能不能夠化解 其實跟今年選舉有直接關係 如果我講一個時間點 就是習近平的任期到2022 2022是他的 是否要處理他的連任問題 2021開始就是 大陸的整個最比較他的政權 開始要討論到後續的問題的時候 這個時候如果台灣持續 讓北京覺得說統一完全絕望 他一定不得不會有 他必須要採取的行動 這個對兩岸關係 是非常大的危機跟挑戰 這個整個大背景 先把這個大人圖框架看完了 再來看2020 所以2020的選戰的結果 就會互動到這個整個 是否有和平的問題的可能性 所以韓國瑜這個時間點的出現 剛剛好是一個重大反差 至於兩岸關係的失敗 或是蔡政府兩岸關係的失敗 並不是蔡政府單方面的問題 我覺得北京也有負相當的責任 這個是互動出來一個結果 還有整個世界局勢的變化 中美關係的惡化等等 都在刺激兩岸關係的變化 好了 現在問題 民進黨沒有路走的 走到底了 就跟你幹到底了 現在的路線 現在更嚴重的就是賴清德跳出來了 賴清德談就是 我們不要變成第二個香港 我們不要變成第二個西藏 然後我是這個 務實的凱杜工作者 這種賴清德的這種主張 如果變成了民進黨主張的話 民進黨就變成一個 極端主義主張的一個政黨 在選總統 對 這個非常可怕事情發生 你覺得中美會怎麼看這個問題 換言之講一觸其發態勢 又在開始了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的韓國瑜 所主張的九二共識 剛剛就是周錫瑋現場講到一個 得道多助 後面有龐大的力量在幫助他 但是要回到 這幫助他的時候 是幫助他什麼 解決戰爭的危機 這個最大問題在這裡 但解決戰爭危機 你不能光靠賣水果 對不對 賣水果不能解決戰爭危機 所以他到了廈門的時候 你要知道 大陸內部非常複雜 而且這個社臺單位 或是國台辦這個單位 是一個所謂的專業機構 大家把它搞清楚 我們台灣覺得很自然 大陸一減都不自然 大陸把台灣問題看得很小 老百姓或官員 根本不把台灣當得一回事 可是你一旦的整部級官員 碰到了兩岸關係的時候 非常敏感 他不知道什麼樣是紅線 所以只有劉潔一一個人 到了廈門 我告訴你 我幫你背書 我扛了 我中央有政策給你地方政府 所以你所有簽的合約 所有的協定 一切我負責 政治上負責任 企業就開始敢動起來了 所以他劉潔一到達的意義 是要幫韓國瑜開所有的綠燈 這個綠燈不開下來 劉潔一不到也開不了綠燈 大家會怕 因為我好官我自為之 萬一這萬一太敏感了 萬一我開太多 台灣太敏感 台灣人會罵人 台灣人會罵人你知道嗎 台灣人網軍會亂罵 明明是個好事給你罵人 你們壞事怎麼辦 你剛剛講新加坡明明是賣完了 他就變成下架 所以他這種東西就很混亂 所以這個時候中台辦 或國台辦的一個政策 要有一個定海神針的概念 人到那裡去 到廈門 我背書 開始幹 這個不然路走不下去了 韓國瑜另外有一個 就是我剛剛講反差很重要 這個反差就是 因為民進黨做得太緊張了 情況太惡劣了 因此韓國瑜被整個凸顯出來了 才有這個得到多助的 後面那個很龐大力量的龐大盲 為什麼只有韓國瑜 因為韓 你為什麼不是侯友宜 為什麼不是盧秀燕 大家講 分析一下情況在哪裡 剛剛我們的吳市長講的一個關鍵話 拚經濟 韓國瑜拚經濟的方式跟其他人不一樣 過去政府在拚經濟的話 我幫你介紹 這兩位首長都在這邊 幫你開說明會 到處跑 全世界跑很多 幫你日本也跑 美國也跑 辦了很多該省 該市的產品的說明會 我想市長的任內 都做了很多這種工作 所以韓國瑜不一樣 韓國瑜自己在賣 他跑到第一線 用行動的方式來銷售東西 這個是所有台灣的縣市中 沒有發生過的 第一次 這種用行動拚經濟的概念 跟過去不一樣 這是一個實驗 不見得會成功 我先講 因為拚到最後 到底是政策力量比較大 還是官員政府力量比較大 處在協助立場 還是第一線比較好 韓國瑜是完全打破過去的概念 他自己一個人跑第一線 他跑去簽約 他跑去賣東西 他變成了一個行動 可是他現在賣東西很卑微 因為農產品畢竟在台灣的GDP 很小很小很小 但是那個是要說庶民經濟 所以他幫他底層的忙 底層是什麼 農民 漁民跟一些攤販 這些人是什麼 是民進黨的鐵板 所以把民進黨鐵板攻破了 你知道嗎 他打到了民進黨的七吋 所以整個事情被跳得 變成很大一件事情 過去兩三個月來 台灣從來歷史上沒有 那麼大篇幅的報導 高雄或南部的農民的產品 或他的生活 歷史上第一次 就是因為韓國瑜 切農界的補選等等 我們每天在討論這個東西 讓農民跟漁民 獲得極大極大的廣告跟利益 你知道嗎 好 這個時候 這個得道多助的背後 這些策略家 謀略家 他們很清楚的知道 光靠這個東西 九二共識台灣不能生存 因為他沒有立足點 因為我講一個很簡單的 川普在今年的 這個State Address 就是他的這個叫國會報告 國會報告裡面 他講的一個很重要的數字 就是說在美國 他的這個對經濟的貢獻 有650萬個製造業就業機會 特別講出來 因為這個是有意義的 服務業就業機會 跟製造業就業是不一樣的 製造業就業機會是長久的 可以維持三年 五年 十年 穩定的 服務業是不穩定的 如果7-11上班 他們很可能會換掉 製造業 所以這個時候 其實得道多助就是學問 就會有非常多的有事之事 就出現了一個叫做 工業大亨郭台銘跑來幫忙 我想很簡單 一個郭台銘 就可以把高雄的經濟轉型 他一個人就夠了 不要太多 所以這個時候農業 加上工業的徹底的 轉型的情況之下 因為高雄的工業 已經徹底失敗了 高雄的重工業 已經完全沒有未來了 一定要從零開始 重新創造的東西出來 我不知道是對還是錯 但是郭台銘是一個先行指標 這個指標一成功以後 高雄的兩塊就結合起來了 這個拼金機就完整了 就造成了民進黨相救之下 完全沒有對比的可能性 精闢 休息一下 要黑的事情還很多 我不曉得這件事情 會不會是假新聞 我覺得高雄市政府 可能要把話說清楚 雖然說市長今天已經有講了 但我覺得相關的局處 包括環保局 機察員 可能都要把話說清楚 你記不記得 韓國瑜在上任沒多久 他就臉書開直播 說我們窮不能窮孩子 所以他希望在每個學校 幫小朋友裝空氣的清淨機 他自己身上也掛了一個 行動式的 女兒送的 親人 愛人送的 掛在身上 所以他很重視 空氣的乾淨程度 因為他覺得空氣乾不乾淨 你想到你眼睛會不會磨磨 會不會看得清楚 會不會流鼻水 會不會打噴嚏 會不會咳嗽 這些東西對小朋友 是很重要的 所以當時就有講說 希望有這個企業樂捐 樂捐之後我們成立一筆基金 就幫小朋友來改善他們 學習環境的空氣品質 但是現在卻被爆料說 這筆錢叫企業捐款 怎麼叫企業捐款 原來是環保局的稽查員 去跟企業長說 請就備裝空氣清淨機 你是不是要捐款一下 變成是這樣 變成稽查員去要錢 然後要了錢之後 要錢就有問題了 這第一點就是有問題了 第二 居然還傳出有稽查員說 我們這樣跟他要錢了 以後要是他違法我們去稽查 我怎麼好意思開單 所以等於對韓國瑜 或者是說對高雄市政府 有兩個指控 第一個 你憑什麼叫稽查員收錢 第二 你叫稽查員收了企業的錢 以後稽查員去稽查的時候 會不會偷偷放水 面對這樣子的傳言 韓國瑜非常非常生氣 來聽一下他的說法 沒有掰嗎 沒有訪問嗎 含有骨氣不是嗎 含有骨氣把它上 我們來聽一下沒關係 來 等一下 高雄市政府絕對不可能 要任何廠商 違反他們的意志 來幫助我們高雄 有人惡意的批判 惡意的攻擊 請拿出證據來 再說一遍 我們窮 要窮得有骨氣 我也不容許 我們市政府任何單位 對廠商採取這種不樂之捐 絕對不被允許 不樂之捐 因為稽查員去逼他們捐錢 捐了錢以後 稽查員他擔心以後 我不能去稽查他 稽查他我不好意思開單 因為他有給市長錢 好 韓國瑜說 絕無此事 沒有不樂之捐 我們窮會窮得有骨氣 如果韓國瑜說的是真的 這個消息是假的 請問算不算假新聞 郭志 就算假的真的 我覺得這個事情 我必須要 這段我必須要很嚴肅的 告訴韓國瑜一件事情 我不管你怎麼做 你必須要挺住 台灣已經太多的事情 在這種裡頭 去那邊埋沒 埋沒什麼 圖力跟心力 是各個縣市政府最痛的 這兩位都做過市長的 你如果做一件事情 為了譬如說王鳳大哥 開了一個冷氣公司 周錫瑋希望他的小學裡面 都有這種東西 我們三家廠商去標 標了之後打個折扣有沒有可能 我為了標到 我因為打個七折 打個六折 打完之後 然後很多人就會說 你給他做你看看 因為他的敵標 然後後來你家 又多裝一台冷氣之類的 這種東西一大堆 心力跟圖力 我們永遠搞不清楚 酸民 網民 願意要攻擊的人 永遠搞不清楚 台灣就是一直在心力 跟圖力裡頭 你們這些縣市所長 左支右支跟那個 大巡擋的問題 不也是這樣嗎 不是嗎 跟父子騎驢不都一樣 我想要把它弄好 想要給市民好日子過 可是就有一些 特意要攻擊你的人 你看 吳智陽 圖力特定廠商 你為什麼不是說他幫民眾心力 不管是日子過得好 空氣得好 或者吃得飽 這些東西 你為什麼不叫心力 我們往往對手都用土力 去攻擊這些人 台灣就是不斷的 限時在這種沉淪 一直沉 很多公務人員 乾脆我不做可以吧 或是 對 那就什麼都沒有了 你不要冷氣 我給你冷氣幹什麼 我不要土地開發 就像剛剛講的那些公社重劃 我不要做說50年 做假做假的 萬一我幫你把土地全部弄一弄 你看 土力 隔壁那些都去老房子 拿錢 炭三千萬 你看周希偉你有問題 全部都這些話 所有公務人員 現場你真的要做嗎 你做了之後會不會被人家說 我們又土力了誰 全部都在這種東西 我不曉得韓國瑜這一次 他們環保局是怎麼樣 希望把這個冷氣裝到裡頭去 只要目的最後是好的 我希望你按照規矩 好好的去做 按照規矩非常重要 按照規矩叫心力 不按照規矩叫土力 如果這樣子的狀況 每一個韓國瑜 每一件事情都要被人家 這樣點名做技巧 那全部不要做了 我曾經有個故事 我有一個朋友他到新加坡去 然後他去參加 有個朋友去來 他那個是將軍 他開了一台BMW 上面還兩顆星星 還怕人家不知道他是中將 在台灣不是有 你看 開好車 後來我們朋友一上次說 為什麼你有BMW 因為星光演習 我幫國家然後展示那些商品 結果那間保全公司 賣出去好多東西 結果保全公司說謝謝你 你不要幫我們心力 在台灣脫後 你拿保全公司的錢 好好的 才是 然後保全公司 為了要讓這個國家省錢 你的坐車 將軍 我出 這在台灣不可能 油錢 我出 絕對不可能 人家這樣做 韓國瑜做一件事情 現在就被人家講 是不是跟人家扛商要東西 開口要 不樂之捐 逼迫人家 威脅人家 所以韓市長我拜託你 我這段我完全沒有嬉笑爐 我希望你堅持住這一點 台灣從高雄 可以好好的每一件事情 公務人員願意 願意在你的堅持之下 去幫民眾謀得福利 這個不樂之捐拿掉 繼續做 我們支持你 但是我們要講 一定要把話說清楚 如果真有這種事情 要把他揪出來 這個稽茶園就是汗群芝麻 一腳把他踢開 對不對 虎欣哥 這兩個事情怎麼看 我認為 高雄市政府 公務人員可能要幾六萬 過去回去都從高雄縣 到高雄市到合併 可以說二三十年來 這公務人員都習慣 民進黨的執政 甚至也很多公務人員 透過議員的關係 透過敵事關係 來跟市長 跟相關來說 我可以把你調到裡面嗎 調到裡面嗎 二十三年的福甲府的狀況之下 二十三年的巴複在職務之下 香港換來一個 心力除弊的韓國瑜 他不敢吭聲了 他鬱子 他憂鬱 對啊 這種公務員有沒有 有 絕對有 兩位都跟市長做過 我相信民進黨的壓力 你們最等到 某某議員 某某企業主 某某站說 鄒縣長 我一個朋友的侄子 希望調到哪一個單位 吳縣長希望把他調到哪一個單位 民進壓力一定有 這種公務人員 不是靠自己的實質 來抵抗他應該有的位置 這種都是走後門的 這種說表現會多好 我也不相信 因為他就是更關火 更拉攏裙帶關係 來升上他要的位置 高雄市政府現在有沒有這種人 當然很多 很多 所以韓市長你要特別的注意 你在各局處的行政首長 下去的科長 或是甚至他座長更加多一點 很多人有可能做一些事情 會虎假虎威 雞毛當令見 來假借你的名義 假借市府的名義 來造成你日後你的孫胸 這個一定會有的 所以說如果說 今天如果有我們的公務人員 去跟廠商說 用美其名說來幫助一些小學童 幫助平原山區的一些小學生 你們企業財團可以出課金嗎 這個叫不樂之捐 不樂之捐 這樣就會變成造型 這工廠企業對我們市政府 富民的觀感感看法 所以韓市長 我還是特別提醒你 高雄市政府還有很多很多人 那個政政的菊姐發媽祕書 你要趕快 趕快 協助警方趕快可以找到嗎 怎麼會走那麼久都找不到 他如果找出來的話 就真相大白了 長嘆一口氣 真的是長嘆一口氣 來啦 還會很多 剛剛講 這個賺大錢 高後兩岸關係 但是韓國瑜他自己 大概最驕傲自己的一點 他覺得他是講話接地氣 讓民眾有共鳴 確實也許真的是因為這個特質 加上知情他做到這些事情 讓他始終在民調上面 叫一支獨秀 扣掉我們昨天講那個 自中擔任執行長的那個 台灣什麼什麼基金會的那個民調 賴慎德一支獨秀 其他的民調呈現出來的內容 大概都是這樣 來 我們看最新的《蘋果日報》的民調 告訴你說 如果今天碰上的是賴慎德 注意 是賴慎德 再加上我們的柯P柯文哲的話 韓國瑜他依舊以37.7%的支持度 那麼領先賴慎德的25.4% 也領先柯文哲的24.3% 韓國瑜說 因為我的話 讓民眾有感 有共鳴 而其實同樣的話 在上個禮拜五 我們在高鐵站 訪問韓國瑜市長的時候 我也問過他一樣的問題 他也講過差不多的話 而且他提醒 不論現在檯面上政治人物 誰要選總統 誰想曾大衛 讓講話讓民眾聽得懂 是很重要的 來 我們來聽聽看 庶民語言是接地 因為我們長期在基層 而且離開政黨17年 真正是跟基層在一起 可以了解到他們想要的什麼東西 那可能我們這些黨內的精英分子 那這段時間我相信都改了很多 因為他們發現台灣人不要這些了 長期是高高在上 遙不可及 然後沒有辦法接地氣的 不要了 不能再高高在上 那種貴族式的 精英式的 然後只有精英思維的 不能夠體恤真正的各方面的 弱勢族群 基層百姓的需要 這些我覺得像這樣的選票 都會比較辛苦 這個民調的數字 韓國瑜講話有共鳴 我們是不是要請我們的民調專家 統一場來幫我們大概分析一下 首先第一個 這個民調當政大選領中心做的 他有一定的公信力沒有問題 但是你看到一個特質沒有 就是韓國瑜的民調沒有過事成 他沒有過事成他贏不了 因為只要賴神跟柯文哲一合作 他就掛了 他們懶得會合作嗎 不是 我現在講意思說 你民調你要靠自己 你要過四成 你四成是個基本門檻 所有民調看起來的趨勢 韓國瑜沒有過過四成 國民黨也沒有過過四成 最高在3839 沒有過四成 沒有過四成的民調表示說 大家選戰的情況之下 只要對方一整合起來的話 棄保你就完了 所以這個的 而且他們兩個的 你看賴神最高跟他差12個百分點 12百分點 那時候從韓國瑜算拉6%回來就可以 韓國瑜現在30幾%裡面 我沒有看交叉分析 但是我判斷 韓國瑜的民調的特質 他有一個特性 就是他的國民黨的支持度非常高 他應該每次都拿超過八成 他比數利潤高 最多人大概占七成 我的經驗 但美利潤民調24 25號做 我們下過兩個禮拜 我們就知道我們的數字 所以你要看交叉分析就可以知道 如果說韓國瑜的身上 有一部分的綠票的話 綠票37%裡面我判斷 有相當5%或6% 7%是民進黨支持者 韓國瑜是可以拿到民進黨支持者 跟中間選民對不對 才會有那麼高 我都怎麼會那麼高 因為國民黨基本盤沒有那麼高 所以這個時候 民進黨的候選人 只要從韓國瑜身上拿回來6% 6%就夠了 柯文這張再拿6% 不要 他只要從韓國瑜身上拿6% 韓國瑜就掛了 我跟你講 輸贏是6%難不難 6%不困難 其實好像不難 6%非常簡單 6%只要拚到最後 就是他這個移動就好了 所以他這個移動的速度 燈趴移動就好 他移動 很快移動了 所以這個數字 並不是保證韓國瑜會贏 但是保證韓國瑜初選一定會贏 所以注意的人可以不用玩了 講白的 不是 我講的這個人性問題 都不是針對個人 因為任何人 很多人在猜說 賴神為什麼出來選 柯P為什麼出來選 柯P會不選 統統都白猜的 我只講一件事情 兩位都是當過地方首長的候選 我民調第一名我不選 我腦筋壞掉了 民調第一名一定會選 這是一個人性問題 為什麼我民調會贏 我就會贏 為什麼我不選 沒有理由讓我不選 所以韓國瑜一定會選 韓國瑜本人也會有意願 然後黨也需要他選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他就是這麼高民調 但要如何維持高民調 然後又能戰勝 那個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我認為這個情況 因為現在就是說 柯P一定會出來 柯P今天我看到新聞說 他已經進到美國國務院了 但是美國國務院幹嘛 Interview 就是面試行程 美國國務院官員就問你一句話 一定會問柯P一句話 你私下問你 你會不會選台灣總統 你也算不來 美國國務院官員不會跟你客氣 他沒有美國時間跟你泡咖啡 宣上會不會聽話 宣上會不會聽話 保證跟他講說 老子要選了 不然不會去國務院 國務院沒有這個行程 所以我認為柯P一定會選 韓國瑜一定會代表國民黨 這兩個大概是確定的 現在反而不確定的 我本來認為最確定是蔡英文 現在蔡英文變成 所以這個 現在看起來賴運長的這個 是不是比較高 可是今天又傳出一個 民進黨中央的中常會的消息 這個我們的卓榮泰主席 在考慮延後出選時間 那不是讓他們殺得更有勁了嗎 不是 就是因為要補償蔡總統出國這段時間 還有增加 增加協商的時程 所以要延長時間 那都是理由 那都是理由 就是這個就是 我們要獲得偷襲的補償時間 OK 你要這樣講也可以 就是說換言之 遊戲規則是可以改變 因為我們要跟全國觀眾 講一個很清楚的事情 初選制度是政黨的初選制度 那是什麼 不是法律 那是政治 本來就是政治 講白了 不需要跟你喬的 我黨主席如果強勢 我就提名韓國瑜是我的權利 但你有沒有能力壓過於 在全代會通過 你有沒有壓過你全黨的聲望 如果你沒有這個聲望的話 你抱歉 你就有協調的份 因為選舉政黨的 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提名 提名就是政治 只要提對人 不管 都是我的權利 提錯也沒關係 不是 那是我負責 我政黨主席我負責 我按照遊戲規則來 我訂遊戲規則 我訂遊戲規則 我請問你 我來的可能讓你全部靠民調嗎 我主席 我的政治 如果不介入民調嗎 我當然要介入 那不然電腦跑跑就好 當主席 當假的 我一個月就背三千萬 跟外面借三千萬 讓你電腦來決定誰當總統 不可能的事情 一定是我要介入對不對 所以黨主席介入初選合不合理 當然合理 因為那是政治 我政治動作 政治動作怎麼不對 本來就是對的事情 所以這些在談怎麼政治 初選制度公平 那都是屁話 就是我有能力找個人出來 選贏了 老子就是老大 就那麼簡單 這個董事長一番話 好像是講給朱市長聽的 有這種感覺 不過必須要說 因為剛剛董事長也直接告訴我們 這個朱市長可能 目前看起來 如果韓市長有議員的話 朱市長可能這個機會比較低 那他朱市長顯然 這一點我們覺得滿好的 他顯然也告訴大家說 沒關係 要徵招就徵招 要初選就初選 但如果我不是那一個 最強的候選人 沒關係 出來的那一個人 假設你要徵招韓國瑜 我也會全力的來幫助韓國瑜 而且不求未知 這個話是不是代表 如果國民黨真的徵招韓國瑜 朱立倫不會說話 徵招的可能性就會變高了不是嗎 當然 來 馬上回來 這幾天這個有人說這個 不是有人說 他自己說自己像令狐冲 大家如果熟悉這個笑到江湖的話 你應該知道令狐冲有好幾次 被逼迫當武林盟主 一次他要去少林寺救任營營的時候 他也曾經有一次被逼迫被拱 被拱沒辦法 就是大家要做一件大事 一定要有一個領導人 還有一次是拱去當橫山派的掌門 還有一次也是被拱當盟主 帶領六大門派一起做一件事情 都是好事 而且最後都成功了 所以韓國瑜講他是他的心境 他愛喝酒 但不明明 愛交朋友 但是被拱的時候跟令狐冲一樣 就得上去 上去了 他就有那個本事 帶大家打勝仗 這個別 令狐冲 大家就看小說的話可以去看一下 我覺得你去看武俠小說也好 看所有的歷史也好 我跟你講 只有英雄 英雄才能夠造時事 而且這個時事已經形成的時候 許多人不在這個時事裡面的英雄 你就要往後退 這個是沒辦法 這是形勢比人強 所以我覺得看到韓國瑜 我就想到 國民黨裡面所有的這些人 有沒有想通這個道理 還有一個民眾的要求是什麼 所以我剛開始我一直在講說 我要成選總統 可是我要講說 到最後最強的那個人 我希望他能夠出現 而且不要受國民黨 這初選的限制 就剛剛董事長說的嗎 對 剛剛梓家兄講的 有件事非常好 我們倆其實很早以前 就有一個默契 黨主席是幹什麼的 帶你打腎臟的 黨主席就要帶你打腎臟 帶你打敗仗的 就不叫一個成功的黨主席 那要打腎臟 黨主席一定要單 我黨主席絕對不讓黨裡面分裂 我黨主席絕對要讓那個 能贏的出來選 我黨主席就是說了算 如果現在黨裡面的初選的規則 沒有辦法達成這個目的 國民黨裡面的 這個初選規則很清楚 可以協調的 可以徵招的 這都是黨主席的武器 所以黨主席會不會這樣做 我認為黨主席一定要這樣做 尤其2020非常非常重要 你看到2020將來的變化 兩岸的變化 戰爭和平的變化 這個經濟繁榮跟經濟垮台的變化 老百姓心裡苦不堪言了現在 氣得一塌糊塗 你現在司法也沒司法 社會公平正義也沒有公平正義了 剛剛國慶信用跟我講 政治沒有是非 但是一定有因果 錢南歡信老師講說 一定有報應 報應就是因果 你種什麼因得什麼果 民進黨你今天種什麼因 你就要得什麼果 2020年就要得什麼果 如果說國民黨沒有辦法 讓民進黨種的這個惡因 壞因 讓兩岸這麼樣的混亂 讓台灣經濟這麼樣的差 然後社會秩序這麼樣的亂 司法不存在 那沒有話講 但是民進黨做得這麼爛 如果國民黨還不能 黨主席單起來打贏這場仗 我坦白講 國民黨這個主席 真的會一丟萬年 如果打贏這場仗 他就是歷史的英雄 我再跟各位講 如果大家去看一下 韓國瑜市長現在的問題 我先把這個秀給大家看 這是什麼 每一天的空氣品質 高頻是在紅色的 而且你每一天去看台灣的空氣 尤其細微的懸浮顆粒 高雄都是最多的 這是第一個 韓國瑜碰到第一個問題 你不是學校小學去裝冷氣機 空氣濾清機就可以解決了 第二個問題什麼問題 淹水的問題 因為韓國瑜市長也講過 我跟李四川也聊過 有1萬多個地下的韓管 還是破的有洞的 還是有堵塞的 如果來豪大雨 高雄要不要淹水 一定淹水 今年會不會有豪大雨 一定有豪大雨 這個問題怎麼解決 我覺得是韓市長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是什麼 高雄市的基礎建設很差 你先看台北市跟高雄市 台北市跟台中市跟新北市 所有的捷運 所有的基礎建設都做了 高雄做的並不好 連一條愛河的整治 也沒有整治得很乾淨 我要在這邊負責任講 我整治淹水 淹水的淹水的現在水質 絕對比愛河還要乾淨很多 你高雄有這麼多的問題 國民黨是不是要 所有的人出來幫韓國瑜 我現在講的就是 國民黨為什麼一定要團結 不是說今天韓國瑜最強了 所以我要讓他 我什麼位置都不要 不是 是韓國瑜如果最強了 我們就支持韓國瑜出來選 但是我們要幫韓國瑜 一起來治理高雄 一起來幫韓國瑜打贏這場仗 所有要出來的強棒通通出來 大家組成一個最強的團隊 我覺得這個才有機會 所以千萬不要讓韓國瑜 在高處 在孤獨處 做那個孤獨的英雄 打那個孤獨的仗 這是我看到國民黨最大的危機 如果能夠把這樣的解決 我相信吳主席也絕對 有這樣的智慧 我相信王金平院長也會智慧 朱立倫也絕對有這樣的智慧 如果大家都有這樣智慧 朱市長現在看來已經願意 其實我早就料到 從剛開始我推出兩階段論 最強的人出來參選 然後團結打勝仗 我一開始就講了這些話 芷家兄等我 還可以幫我做一點說明 我在這裡要講的就是說 從頭到尾 我們就是這樣的一個觀念 跟這樣的一個戰略 我相信吳主席也看得清楚 所有參選的人我相信 有意參選總統的人 也看得很清楚 所以我希望我們能夠 照這樣的步驟來打 我要提醒大家 民進黨已經整合成功了 我絕對不認為賴金德 跟蔡英文會分裂跟對幹 我認為他們兩個絕對會合在一起 因為如果他們分裂 民進黨一定會敗 這些既得利益者 我相信剉得要蛋 所以我相信他們絕對會整合在一起 所以民進黨已經想辦法 再透過各種 不管是陰謀還陽謀 這要推出最強之人 國民黨你還在幹嘛 馬上回來 來 社長 我想今天我要談的這個重點 就是說2020 韓國瑜必須出城迎戰 出什麼城 走出高雄城迎戰 理由非常多 但是我簡明二要講 韓國瑜你如果說不救台灣 怎麼救高雄 救了台灣 高雄才會得救 另外一個 韓國瑜必須避免 不要變成國民黨的韓國瑜 畢竟我們看 國民黨只佔了4.7% 另外有94% 94%是無色覺醒 就是說廣大的群眾 廣大的老百姓 換句話說 韓國瑜必須當中華民國的韓國瑜 當台灣全民的韓國瑜 再來就是說 我們應該要 就是說要有一個認知 台獨人士賴清德 他已經吹起戰鬥的號角 這個時候 韓國瑜你應該 就像2018年一樣 你堅持九二共識 你堅持兩岸和平 你不能確戰 你也不能避戰 另外一個就是說 賴清德已經拿了屠龍刀 衝過來了 你韓國瑜你身上有一把倚天劍 你如果不出面迎戰的話 難道你要叫拿著匕首 拿著匾鑽 拿著小刀的人出去迎戰嗎 那另外 民進黨最強的戰將要下戰鐵 難道現階段 你還說我現階段要不考慮 你如果用這種避戰的方式 難道要讓台灣的全民老百姓 看笑話嗎 更何況2020 大家都非常清楚 它就是一場統獨大戰 台灣人應該要有人勇敢的站出來 代表台灣2300萬 愛好和平的台灣人